你好,欢迎收看12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第二届国际原民慢食论坛即将在12月10号登场 邀请了马来西亚、日韩等国际慢食学者 透过连线提供国际慢食组织的经验分享 而3号下午颁发14家原民餐饮业者的慢食认证牌 希望透过产业步点计划 让花莲原民慢食精神推向世界 疫情影响,餐饮业者生计也受到冲击 花莲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 9月开始规划办理第一次的慢食产业步点计划 机械本县原住民族餐饮业者 分大师示范新锐三个据点 筛选族14家业者成为花莲县原住民慢食餐饮指标 3日下午颁发14家原民餐饮业者慢食认证牌 事实上这14家餐厅当时来竞争的时候有40家餐厅 40家餐厅,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审查 我们还到他们的那个餐厅去访试 最后选出这14家 每一家都有传统技法 而且这个是最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老人家留下来的那个技法是最重要的 希望明年还再增加一个传统技法 除了传统技法之外 他们还延伸那个传统技法的特色 创业料理 我觉得这个是全台湾省找不到 就只有我们在花莲找得到 所以要不要鼓掌啊 谢谢 掌声鼓励 今天年线政府有小小的一点点的协助大家 我们跟大家一起把我们的环境做得更符合慢食 慢食的精神 但是未来在我们慢食论坛 或者是在明年度 我们会做一个地图 慢食餐厅的地图 一共有14家大家的这个大家的餐厅 都会在这个地图里面 明年3月会做好 我想这就是让花莲用我们的慢食精神 加上我们的观光一起 让大家认识花莲的美好 有陶旺百合春天餐厅主厨 红瓦屋老地方文化美食餐厅主厨 与县长徐贞卫和花莲原住民慢食组织会长吴雪月 共同签署合作异象书 串联花莲原民慢食餐厅 12月10日第二届国际原住民慢食论坛 则将邀请马来西亚 日韩 意大利等国慢食学者 透过连线提供经验分享 慢食精神等议题 期盼在后疫情时期 让世界看见花莲原民慢食的精神 记者讲帮演 花莲师报导